内房股普遍也做得不错 昨天普遍升到2%至3% 其实今年上半年以来 见到很多政策打压 这次真的降准 有没有机会举个例子 放宽银行对发展商 甚至用价房贷的贷款 利好内房企业的盈利 甚至他们的股价表现 传统来说 第二季一般都很差 因为银根方面普遍是比较紧张 这也需要留意 与国策方面的规划有关联性 一般来说上半年的时间 内地倾向调控通胀 所以变成了内地的资金流 比较紧张的状况 一般都会在第二季出现 去到第三季的时候 如果你说迟的话 可能就会是8月底 9月头那些时间 如果是早的状况 有机会就是7月中 或者7月底开始的时间 银根就会开始松动一点 所以全面降准的时候 已经是中央释出了一个讯息 就是已经是对实体经济 有一个资金的投放下去 所以就即时就会对应 一些内房的贷款方面 就变成了没那么紧张 大家都会考虑到 违约的风险也会减低了的时候 变成了内房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所以很多时就看一些国策方面的时候 第二季对于内房来说 负面消息就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你说去到第三季尾或第四季头的时候 如果都有些国策的消息 会对应一些内房出台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那个时间 就是一些内房炒得过热的时间才会有的 如果不是出现这个状况 相对上很多时都是内房第二季消息过了之后 第三季或第四季都谈论全部都是理好消息 变成这段时间来吸纳 我自己觉得都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你说考虑都想吸纳一些蓝筹 有机会跟着市场来升的话 我自己觉得的贵远就可以去考虑一下 如果你说偏向上来说可能民企的爆发力 会比较高一点的时候 那就可以考虑世贸集团 好的 那我们又记住Thomas的看法 因为